外送平台點了飲料 請外送員幫忙把飲料送上樓 但最後飲料是沒有被送上去 在一樓大廳也沒有發現 最後竟然是在這裡被找到的 最誇張的是把我的餐點放在路邊 他沒有在一個有遮蔽物的情況之下放在那邊 路人如果看到是可以拿走的情況 11號下午2點多 在台北市民生東路上班的陳先生點了外送 但通知取餐時因為在開會沒接到電話 外送員就傳訊息說放在一樓大廳 結果卻是花補旁 但這棟辦公大樓不用換證 警衛也不會來 外送員卻以違反職場安全為理由 讓陳先生無法理解 外送員說因為戴安全帽違反職場安全 我看到這段溫度我就有點納悶了 哪個部分違反了職場安全 就網友猜測可能是因為這棟大樓前市微停高開單區 會有很高的罰款風險而不願意送上樓 不過到現場還是看得到有外送員臨庭送餐 但還是有不少人認為至少應該放在大樓裡 也有其他民眾分享遇過外送員不只把餐點放地上 還放到離指定地點距離十分鐘的地方 甚至還有直接放門口導致消費者一開門餐點全部打翻 可見現在越來越多人依賴外送服務 但UberEats12號宣布部分漲價包含如果餐廳附近外送員不足時 平台上就會出現閃電符號也就是告知消費者需要花更多錢才能訂購 但會員不會受到影響 對於我們外送員來說這個根本拿不到錢 另外六月下旬平台也會新增服務費 不過業者強調平均的外送費會降低 但整體的漲幅多少恐怕只有消費者最有感 TVBS和王新唐仲宣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